前年凌晨,汕头市区三辆停放在店门口的私家车被一群年轻人持刀和木棍砸烂 车主查看监控视频后都表示,这群年轻人与他们素不相识,而砸车纯粹为了取乐 从监控视频可以看到,13号凌晨2点左右,张先生的车停在自己的店门口 突然有6个年轻人冲了过来,手持棍棒对着张先生的车一阵猛砸 两点一分零三十秒的时候,然后就有五六个人拿着那个铁棍还是木棍嘛 然后就冲过来,那边一排车砸过来,然后就差不多砸掉的时候 我从楼上听到了嘛,听到然后我就下来嘛 下来然后一看查监控,这个车本来是用那个车衣盖在那里的 然后一先进去,那档光玻璃都破掉了 之后,这群人又拐进几十米远的一条巷子里 将停在一民宅门口的另一部私家车用力打砸 然后逃走,整个过程还不到半分钟 据车主们反映,当晚周围一共有三辆车被砸 但车主们都与这群年轻人不认识,也没有发生任何过节 警方初步怀疑,这群砸车今年,砸车只是为了取乐